我是把它放在那个下方第九页 其实我本来写法是比较简单是这一个 就是直接用 li li 的话就是把它一列一列抓回来 但是抓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它中间 我要把它转成 我要切割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名称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它的代号在这里 然后它这个后面的话呢 它中间是用点去做分割 当然你可以repress 把点变成逗点 可是后来我试了一下 那个 复杂就是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后来想到 与其解决那个格式切割问题 倒不如我直接去抓DIV算了 所以才会有刚刚的第2个解法 至于说你如果觉得老师我ok 没关系你也可以 直接先抓 li 然后再去切割 也没关系 你看比如说抓下来就算字数 如果字数都固定的位置 你就把那个固定位置再切割 再放也可以 这个的话呢可能就是要自己再动一点 就是动手思考一下 ok好 然后呢第2个如果我们不用这个方法 所以刚刚有第2个方法就是把它抓那个DIV 所以这个是股票代号 然后股票的名称股票代号 然后跟那个底下的所有资料 然后这些其实就是串 所以S的话 其实就是把它们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发现 串在一起之后把它执行 差异就是中间都加逗点 它们都乖乖加逗点 然后最后的话呢我可以把它存档 存档的方式其实就跟之前讲过了 三行 所以在python里面存档最简单的 就是存CSV 应该还没有更简单 如果有的话欢迎你再告诉我一下 所以我蛮习习惯用 而且另外CSV也是最普遍的 大家都用嘛 ok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存成CSV 好 然后名称的话叫yahoo.csv 然后写出去 把这个S呢写到这个yahoo.csv的档案里面 然后把它close掉 ok那写出去看一下 所以执行完之后 如果没有出入讯息 那表示说呢 我的这个程式 我可能要注意一下 可能要先存一下 存什么呢 把这个你的模组先存在 哪里呢 存在我们这个系列底下这个目录 然后再属逐 不然的话它如果没存档 它可能存在预设的目录 所以我把这个改一下 yahoo OK 直接把它存 yahoo OK 存档 然后再执行 执行之后的话 那我就可以在 我的C点底下 有一个叫Python20 这个 理论上按照修改日期来看 应该会有 yahoo.csv ok 那表示成功了 也就是把刚刚的东西存进来 那打开来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是会有这些栏位 哪些栏位呢 各位看到 A到K 有没有 那总共的话应该就是 6 7 8 9 10 11 啦 OK 但是 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旁边多个L 他为什么 自己跑到旁边去呢 后来呢 我发现 会跑到旁边去的原因很简单 他为什么多一览呢 直接猜猜看就应该可以猜 在CSV怎么分栏 窦点 所以后来查一下 原来呢 好像是不是在这个地方还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本身资料里面 就有窦点 有窦点的话呢 那 他就以为说是分栏 我们看一下 所以后来我回头查一下 在那个雅虎里面看有没有 这资料里面有没有 窦点 有没有 成交 量 他就是 备用千分位符号 那怎么办呢 OK 这个时候你要想 那 我们就是不能够有千分位符号 所以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去掉 那怎么样去掉呢 那你就是下载的时候呢 顺便就把它拿掉 拿掉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在这个城市里面再加一个 就是 那问题 成交量的部分应该在这里 就是这个是 股票名声带 在这个地方 犯后这个 这个里面的其中一个 那我就在这个创接的 这个地方有没有 再加一个 取代 也就是说 我把那个窦点变成没有 OK 那怎么取代 就这个 这个资料 我后面加一个 再点replace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呢 你就加一个replace 所以以后啦 类似的方法一样 假如说你要把某些 资源拿掉的话 你就这样replace 然后呢你就是 跟他讲说我要把窦点变成没有 所以一个资源嘛 是窦点 变成没有是这样 没有的话就是 两个算的话就OK了 那他就会一边帮你转的时候 一边怎么样 一边 一边帮你 把窦点就直接就取代掉 变成没有了 OK 这个是我想到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千分配方法拿掉 OK 那如果还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再想想看 也欢迎你再告诉我 目前我想到是把它去掉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目前的话 这个出现什么 意思是说因为我这个档是开启 所以我把这些关掉一下 OK 然后我再重新执行一下 好,那结果的话呢,一样我们从跑过了,然后加了一个replace 把斗点移除掉之后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有没有 成交量部分 他的斗点呢,就会被移除 那也就不会造成说,多一个那个 斗点,然后造成多一懒的这个问题发生 这还蛮常遇到,以后如果你遇到说 资料里面呢 假如说已经有斗点,像千分之符号,或者还有其他的状况 或者说那些那个东西你一进来的时候,你就不想要存进来的话 那一样可以把它先剔除掉,剔除方法,最简单方法就是replace 或者是说空白,空白常见,那你像strip,前面有讲过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已经把水泥个股给抓下来存档 那当然,后面延伸的部分,我想请各位就自行再试试看 水泥个水泥嘛,然后其他 想想看 食品 塑 塑胶,纺织 那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城市,如果你不改的状况下,其实你只要把一改成二 在执行,什么东西都没有变动哦,执行看看 这边的结果,哎,我们发现 这边就变食品了,我们发现 根本不需要,所以哦,你炸一次是需要什么 写一个回圈 把那个改成一个变数 然后再直接存档 但是你可能还要再 改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你不能每个都叫Yahoo 点CSV 所以你可能就是Yahoo 这个地方是不是 第一个是Yahoo 01,Yahoo 02,Yahoo 03也可以啦,不然的话 这次最好是说直接把那个类鼓名称加上去 可是要怎么做 这个的话,我想你们就自己去想想看吧 OK 那未来当然呢 CSV有个缺点,就是它分散开来 那将来是可以把它全部存成一个e-sale,然后每一个就是一个工作表,一个工作表 或另外一个啦,就是存资料库 也可以啦,资料库就一个工作表,一个工作表 但是这个可能就是请各位 自己再去延伸的 OK,其实还蛮好玩的啦,那很花时间 可能一坐下来就是 一整天的时间,都不动 所以常常我在家有时候就在想成说 我太太常常会说,你为什么都不理我 我就跟他解释说 我在认真,我不是不理你 我在认真的时候 不是不理你 是我在思考 那我在思考,我没有办法说我一下子跟你讲话 然后我一下还可以思考 我没有那么厉害,没有人这么厉害 还可以一心二用 尤其想成事的时候,哇,那真的要聚精会神 而且很多时候,这个很花脑力的 常常一整天下来,比那个运动还累 你可能 可能跑个十圈都还没有写成事的来累 OK,那如果你是这样,那表示你真的曾是 学到一个阶段 如果没有,你说都没有那种感觉 那表示,你还不够认真 OK 试试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那个 如果他 他的工作是跟 城市跟工程有关 你会发现,他平常家里最喜欢就是在家里睡觉 为什么,因为他平常已经够累了 回到家,你想说 他你也不是做劳力的,为什么你回到家就是跟 比人家做劳力,做劳力的都没有你 这么累 原因何在 其实你要 他会提 这个 体谅他一下,因为 真的有时候 动脑力的 反而有时候真的会比那个 不是好,因为我以前就有这种经验 真的,回到家 真的就累到一个不行 并不是说 但是慢慢啦,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就比较不会了 因为慢慢发现 其实 不要钻你脑筋 反正对了就对了 如果有sample 有那个对的sample,直接拿来套用 最快 然后如果实在做不出来不要乱踹 因为以前都会喜欢乱踹,然后乱找 乱Google 以前可能没有Google年代就 自己去图书馆或书店找书 然后回来就在那边乱试 那其实很浪费时间,后来发现 你就找一个 对的东西 然后拿来套用就OK了 反而比较不会花力气 所以以后如果假设你出现错误来,直接拿我的程式贴上去比对一下 你就知道错哪里 最好是 或者拿我的范本去修改,没关系啦 这样的话呢 也比较不会 花走那个太多的冤枉路 OK 这里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然后面 关于其他的类股 也许你们就自己踹踹看 这一题 如果做完之后呢 再来也许就试试看 0606 0606 这个 大勒托历史资料下载 那这一题 其实难度 应该也没有刚刚的困难 主要是让大家比较一下 大勒托这个是传统的 刚刚的是比较新的 OK 杨虎是 他也是这几年才改版的 如果你两个都能够了解他的差异的话 那以后抓取资料 你就比较 比较不会说抓不到 抓不到那个药瓶 OK 试试看